眼下,失眠的人真的是一堆又一堆,不少年轻人也被失眠困扰,失眠的原因可能是对一些事情过于担心,焦虑,也可能是经常熬夜加班,久而久之养成了晚睡的习惯, 还有可能是睡前躺在床上玩手机,渐渐失去了睡意,所有问题中刀数失眠最折磨人,一晚失眠第二天整个人都毫无精神,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忙活,现代人多多少少都曾经尝过失眠的字外,曾经有失眠经历的你一定都明白明明身体很累,却又睡不着到底有多痛苦,以下的描述会让你被中肯到像哭, 当你出现失眠的时候,不要总想着通过吃安眠药之类的药物来解决失眠问题,应该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,找出问题的根源,这才是治本之策,如果造成失眠的问题没有得合理的解决, 那失眠的病更还在,吃多少药物也只是暂时的,不可持续 一、下午两点想睡到饱,半夜两点躺在床上却睡不着,有可能是因为食物的关系,必须尽量避免使用引起压力的食品,例如咖啡、茶、油炸食品等,尤其是食物中的饱和脂肪,会改变妇女体内的荷尔蒙分泌,造成很多身体不适的症状,不妨试试一些治疗失眠的食物,通过调整饮食改善睡眠质量, 比如,在睡觉前可以饮一杯加糖的热牛奶,食用它有芬芳气味的苹果、香蕉、橘子、橙子、橙子、黎等水果,二、铃子百合桑叶茶改善失眠夺梦,食药王,千金帮中的记载,原料、百合、铃子、桑叶、酸枣仁、干草,每种各补客,作用,改善失眠夺梦,养心安身,清醒厨房,用法,将所有的食材放到锅里, 文化煮两个小时后饮用,一天两次,也可以装入茶包中,用开水闷泡五分钟即可饮用,茶中含有丰富的有效成分,能更好的延缓,由失眠,引起的烦躁不安,神经帅助者,对身体各方面调节也是有好衡的帮助, 三、八几天百饼豆茶黄金时刻,福音时刻,八几天时刻,百饼豆时刻,将所有的食材放到锅里,文化煮两个小时后饮用,一天两次,也可以装入茶包中,用开水闷泡五分钟即可饮用,能更好的延缓,由失眠,引起的烦躁不安,神经帅弱者,对身体各方面调节也是有好衡的帮助, 四、添麻枸杞汤原料,去皮鲜甜麻,25克,猪瘦肉200克,枸杞12克,精盐,北京更适量,制作,去皮将鲜甜麻丝或偏,高丝洗净,同入高压锅中,加水适量,用半火煮沸,20分钟赶肉小火煎汤,20到30分钟,加入猪瘦肉煮熟后,加精盐,背景调味,功能,养干补神, 可用于各种失眠,头晕等症的辅助寻疗 优优独 completo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